德国人是怎么挖山的 这么大的挖掘器 我还是第一次见 都说挖掘器技术哪家强 中国山东找岚墙 这也说明我国的挖掘器是非常强的 功能也十分强大 不仅能上升挖土 下海造地也不成问题 我们经常看到的挖掘器比较小 只能用来挖挖河流拆拆海楼 如果用来挖山的话 效率非常慢 猴年马月才能挖得完 于是中国制造了一台先进的挖掘器 它就是由习工制造的 700吨级巨型翼翼挖掘器 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最大挖掘器 总长23.5米 斗宽5米 有两台1700马力的电动机驱动 一产子下去就能挖60吨的土 算在上是神舟第一挖 大大提高了挖筒效率 人站在它的下面 就像一块小石头一样 但是这么高大的挖掘器 在德国的巨型机械面前 也只能算是小屋见大屋 德国地广人气劳动力不足 为了弥补劳动力 德国大力发展重工业 制造了很多先进的机器 用来代替人力 他们就连用来挖土的挖掘机 也大得多 这台就是德国人制造的 超大型挖掘机 比赛洛斯R1400 奥地有多大呢 高达32.9米 翻28.3米 重889吨 有七层楼那么高 连姚明站在他的脚下 就像蚂一样 可以说是真正的钢铁巨兽了 别看他个头大 工作起来也不含糊 主要得益于前端巨大的缠斗 宽6米重84吨 可以容纳45立方米的货物 再加上缠斗的必推力和挖掘力 较3300千牛和2400千牛 无论是软土还是坚硬的岩石 它都能挖走 一次性缠走85吨重的泥石 缠三到五次 就能装满一辆大型装载卡车 按照这个速度来挖山的话 一天就能产平坐山 如果用普通挖掘机的话 少说都要一个星期 它在加拿大油沙矿 创作了一压正产新的世界纪录 性能测试超过了每小时9000吨 平均产量超过每小时5500吨 余工要是拥有这么一台挖掘机 一天就能把山一平 这么强悍的挖掘机 全世界只有11台 主要是因为造价太高了 德国人单单是制造一台比赛 洛斯RG400就花了3100万银� 约等于2.7元人民币 就算是世界首富也耗不起这么多钱 还不如拿去扶平 高达7层楼的挖掘机 没有好的发动机是难以驱动的 于是德国人用了两台16缸CAT3516B 和康米QSK60柴油发动机提供动力 就算是蓝翔毕业的老司机 都不一定会用 主要是因为操作是太大 一台比赛洛斯RG400就需要5个人同时操作才能运行 移动速度也非常慢 三个星期只走了2万多米 不过它工作效率 弥补了这个问题 如果用它来挖煤的话 每天采集的煤矿资源 能够满足数千万家庭的日常用电 世界上最好的挖赌机都比不过它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一般拆房子主要是靠挖掘机 不仅工作效率慢 也非常危险 如果我们引进比赛洛斯RG400 或者学习德国技术 制造出更大更先进的挖掘机 矮一点的楼房直接撵过去 高一点的直接一产下去 一栋楼就一为平地了 这样就不用那么辛苦的拆楼了 岂不妙哉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